參加半導體園區動圖典禮 準市長身份的陳其邁選戰雖然剛打完 腳步沒有停下 關心科技產業發展辦課都不得閒 不過才剛當選就傳出醞釀罷免 要展開割賣行動也讓陳其邁相當無奈 這些政治的操作我昨天講過我們尊重 不想再有政治紛擾趕快讓市政重開機 議員康鈺成也在臉書分析 陳其邁8月份上任依規定就職滿一年 才能發動罷免 就算真的罷免成功也因為後續任期不到兩年 不會進行補選 批評發動罷免的人根本是來鬧的 而讓人傻眼的還有這段對話 這位帳號送行者的民眾在群組上留言恐嚇官員 更說要職工高雄市政府 囂張的言論已經報警處理 選舉其實已經結束 還是要呼籲大家應該就是冷靜下來 選舉是一時的 國家的長遠 不管任何黨派 大家都應該共同攜手合作 目前警方已經介入處理 鎖定涉案人身份 朝恐嚇罪險偵辦 選戰已經打完 機動發表報復性言論 恐怕依依遭到法辦